好主播后面上看到呢 这是在台北的松山机场 那我们从制高点可以看到 这一架班机是新宇航空的JX084E 它本来是应该要降落在桃园机场的 不过因为天后因素 它其实在日本的福岗起飞就已经晚了 本来是2点45要飞 结果3点03分才飞 那到了台湾之后呢 又因为天后的因素 导致它只能转降 最后呢是在下午的5点24分的时候 降到了松山机场 本来表定是4点半要到桃园的 所以目前其实整个时间上 已经过了两个小时了 旅客们都在飞机上面赶等 也只能说真的很无奈 因为天后的关系 这样局在今天下午呢 其实发布了农物透明报 在苗栗跟桃园呢 一度能坚度是不到200公尺的 所以呢其实整个能坚度的部分呢 还有农物都影响到了这个机场的飞机起降 那这一班的这一个新宇航空的飞机呢 其实它在转降松机之后呢 是先做了整个等备 还有加油补充油料 因为呢其实它在今天 本来在台湾的北部上空 它是先飞了一圈 接着又往桃园的方向 再飞了一圈半 最后才决定要转降松机 因此呢表定时间一期 要在晚上的6点半 要再飞回桃园 让这一个飞机上的旅客 都能够来下机 做这一个行李 还有其他的这一些作业 能够顺利回家 因为淘机呢其实在今天下午的3点之后呢 能见度只有1500公尺 不过没有达到管制的标准 那淘机的管制标准呢 是能见度要低于550公尺才会管制 所以呢其实目前 新宇航空的机师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 并没有对错问题 他们会以他们的机种 跟现场的状况来做判断 那其实除了新宇这架飞机之外呢 另外还有一台 这一个曼谷来台的月节航空 他们呢是下集下午的3点19分 改降到高雄的小港机场 那这两架班机呢 都是在今天受到天后 能见度不加影响的一个转机班机主播 掌握全球情绪 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